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 我刚才呢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报告了一个突发的事件 就是黄志峰在今天早晨7点半的时候 前往香港港铁的地铁站的时候被抓捕 现在呢已经压往了湾仔的警察总部 另外又传来消息啊 这是在黄志峰被捕之后 又有一位乱港分子 他叫周庭 是一位女孩子 他也被捕了 在他的家里面被捕的 这位周庭呢 他也是黄志峰的那个香港众志的一个领导成员 黄志峰呢 他是秘书长 这个周庭呢 是副秘书长 他们都是在战中的过程当中 非常积极的分子 而且周庭他原本是拥有英国籍的 在2018年的时候 他为了参加香港议员的选举 他放弃了英国籍 因为香港有规定 如果你参选议员的话呢 你不可以拥有其他的国籍 你必须只拥有香港的国籍 那他就放弃了英国的国籍 在2018年参选这个立法会的议员 为什么在2018年有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呢 是因为在2016年立法会议员宣示的时候 有几位议员呢 他们的行为是辱华的 所以被取消了议员的资格 之后这名额就空缺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进行了补选 周庭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放弃了他英国的国籍来参选议员 之后被剥夺了参选的资格 那他今天上午呢 在他香港的家中被捕 现在和黄之锋一样 被押往香港警察总部 另外呢 还有一位乱港分子 他叫陈浩天 陈浩天呢 之前他要组织一个政党 然后没有被批准 有些网友如果不知道的话呢 你应该知道 在前一阵子呢 香港的警察捣毁了两次制作武器的窝点 第一次呢 就是在香港的一个大楼的地下的停车场 看到有几个人呢 行迹可疑 然后经过盘问呢 发现手推车里面东西里面呢 有一些个用于暴乱的东西 所以呢 就把那几个人拘捕了 之后就去往那个大楼里面 他们的场所去搜查 结果在那个里面呢 搜查到了一些个 已经制作好的汽油弹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标语啊 还有参加暴乱的那些个服装啊 什么之类的 跟那些有关的 很明显的他们是用于参与暴乱的 一些危险的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 当然也包括汽油弹这样的 是武器没错的 这些个东西 那这个窝点呢 他的领头人就是陈浩天 当时就把陈浩天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之后 这个陈浩天获得了保释 那在保释期间 他公然的违反保释的条件 企图逃往日本 在他呢 出口要去日本的时候呢 被抓 现在呢 他正在被押 现在呢 香港政府 现在香港政府呢 已经下定决心 要采取措施 制止这个暴乱 所以现在 他们香港的那些个暴徒们呢 应该是岌岌可危 应该是 现在他们慌了 他们乱了 有些人呢 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有些人呢 要企图外逃了 但是呢 香港政府 是不会让他们跑掉的 一定要让他们负责任的 那这个视频呢 后半段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香港的这个紧急法 是怎么回事 它的内容是什么 香港的这个紧急法呢 现在呢 虽然说 林郑月娥和这个香港政府 她领导的香港政府呢 没有正式宣布 要使用这个紧急法 但是呢 这件事情 现在在香港的各个媒体当中 都展开了热议 这个香港的紧急法呢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呢 当香港进入紧急状况 和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呢 香港的特首会同行政会议 可以宣布实施紧急法 不需要经过立法会的审议 我看到有报道说呀 虽然说林郑月娥还没有正式宣布实行这个紧急法 但是呢 香港有些人呢 他们就急了 有点抓狂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有些人呢 甚至叫嚣说 如果使用香港紧急法的话 就有决心让香港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同时我看到报道哈 今天早上我看到有好多的报道 但是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呀 就是呢 在28日深夜的时候 前天的晚上 有大量的驻港部队的那个军车呀 坦克呀 开到香港 据说呢 这是一次换房 以前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视频 有的人说呢 驻港部队呢 已经出动了 说是中国大陆呢 往香港开进来坦克了 之后呢 就被证实说 这是以前香港部队换房的时候的一个镜头 那今天呢 又听说在28日晚上 有大量的坦克开进来 但是呢 就说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换房 只是比较巧合 在这个时候出现 就算是换房这件事哈 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不管是真的 还是假的 香港政府如果是下决心 运用这个紧急法的话呢 他们是有能力的 不用在心往里掉 用已经存在的就足够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香港紧急法 香港紧急法呢 就是现行法律当中的第241章 叫做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这个条例的目的呢 就是授予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 不是立法会 是行政会议 在紧急或者危害公安的情况时候 定立规律的一个权利 就好像美国的总统一样 美国总统呢 他有一些行政权利 他可以下达一些行政命令 他更可以在国家的紧急状况下 下达一些有可能在立法会 都会很受争议 甚至呢会否定的一些个事情 他可以紧急命令 比如说修强那件事 川普就是运用了紧急状态 那个法律下达的命令 香港呢也有这样的法律 这个法律呢 就授予林郑月娥一权利 他可以在香港进入紧急状况的情况下 来颁布命令 因为这个权利呢非常的大 有人呢把这个也形容成 香港特首的上方宝剑 这个形容呢还是很形象 也蛮准确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他在这种情况下 林郑月娥可以颁布 什么样的行政命令呢 比如说他颁布命令 让香港呢 马上进入紧急的戒严状态 他可以颁布这样的命令 同时呢这两天 香港的正义人士 以及正义的市民 也要求林郑月娥 尽快颁布一个法令 尽快颁布一个命令 就是禁止那些个暴徒蒙面 这一点呢 我在我以前的视频里 我都讲过无数次了 我不知道呢 有多少人看了我这个视频 受到了启发 因为我讲过无数次 法律里面 他就规定 如果你参加这个游行示威的话呢 你不可以蒙面 这个法律呢 是在2013年出台的 2013年之前 因为加拿大出现了几次 类似于香港这样的 有人蒙面 来参与这个示威游行 而发展成的那个暴乱事件 使得警察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呢 就很难 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 就出台了这个法律 在游行示威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以蒙面 加拿大的法律甚至规定呢 你都不可以用油彩 把你这个脸呢 来涂画 因为涂画之后呢 让你这个脸 也失去了它的真面目 给日后的甄别带来困难 所以你画油彩也不可以 当然蒙面更不可以 你像香港的那个 把整个的全蒙上来了 把眼睛啊什么全蒙上 那更不可以了 现在呢 就有很多人来要求林郑月娥 尽快的颁布这样的一个命令 要求他们不得再戴面具 那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讲的呢 就是依据加拿大的法律 因为我就查了加拿大的法律 其他的国家法律我没有查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报道 香港的市民 他们要求林郑月娥 颁布这样的命令 他们就说呢 在西方的国家 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 不光加拿大 这个呢 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我认为加拿大有 其他类似的国家也会有的 跟加拿大同样的 法系的这些西方国家 我认为我猜测 它都会有的 现在看来呢 不出我所料 他们果真 这些国家都会有 另外呢 市民还要求林郑月娥 颁布命令 严格对媒体的审查 对记者的审查 不能让那些媒体呢 在网上随意的造谣 更不能让那些个记者呢 就是阿猫阿狗的 随便就可以当一个记者 然后去干一些 维护暴徒 帮助暴徒的 这样的事情 成为暴徒的帮凶 或者说呢 就是暴徒当中 他们就具有两面性 他们取得一个 记者的这个资格 因为现在成为一个记者的门槛 实在是太低的 随便你一个人 就很容易你就成为记者 这样呢 那些暴徒 他就成为一个两面人 他需要他成为记者的时候呢 他就穿上一个 那个马甲 就成为记者了 当他要成为暴徒的时候 马甲一脱 他又是暴徒了 这件事情呢 也造成了香港呢 很大的一个混乱 更何况呢 还有记者 在林郑月娥的那个记者会上 竟然说出来了 那样的恐怖的话 问林郑月娥什么时候死啊 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不该说的话 不过呢 我认为这个林郑月娥 还有他们香港政府 有点太软弱了 当时组织这个会议的一方 就应该有安保 像喊出这样口号的人呢 就应该马上抓起来 下回就没有人 再敢喊这样的口号了 这完全是违法的 不可以这样威胁别人的 还别说是林郑月娥了 你就是你随便威胁谁也不行啊 那香港这个紧急法呢 其实它并不是说 最近刚制定的 这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法律了 这是在1922年的时候 很显然是英国统治 对吧 英国统治的时候呢 他们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应该是英国在那时候 他本土应该也有这样的法律 所以呢 他们就很有经验 在统治香港最初的阶段 他就有这样的法律 以应对这种紧急状况 因为法治国家 他要出台法律的话呢 会非常的慢 但是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呢 又需要处理一些紧急的状况 那紧急状况的处理所需要的手段 现有的法律如果没有的话 你必须得赋予这个行政长官于上方保健 对吧 一定要给他上方保健才行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行政长官也有可能滥用啊 比如说美国的川普总统 他就滥用 我认为他是滥用 像修墙的那个不给钱 然后我就用这个紧急状态法 那不是一个紧急状态呀 更何况他现在跟贸易伙伴之间 达不成贸易协议了 他也想用这个紧急状态法 这不是紧急状态呀 但是香港这个是啊 香港这个确实是紧急状态 那英国人在1922年 就制定了这么一个法律 1922年制定之后呢 英国政府在统治香港期间 曾经使用过 曾经使用这个法律呢 两次以上 就是镇压香港人 在1967年的时候的暴乱 现在呢 香港的紧急法 虽然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提法 虽然说林郑月娥呢 也没有否认 但是呢 还没有明确的说 要使用这个香港紧急法 我想应该是他 可能各个方面呢 还不具备执行的条件 一旦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呢 我相信他会马上就公布 就跟1989年6月3日 那个事件一样的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要观备 2400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